为了对县内结婚超过50年以上的夫妻表达敬意 学习他们如何维持婚姻 县府举办111年度金婚、钻石婚、白金钻婚及长青楷模表扬大会 场面相当热闹 来表扬我们南投县总共有961位的钻婚、金石钻婚 还有白金石钻婚 总共有961位来接受表扬 我们非常恭喜我们南投县有这么多的结婚 50年、60年、70年的阿伯阿伯 他们都过得非常幸福的日子 儿子也都非常的孝顺 所以他们今天接受表扬 县长这边恭喜我们接受表扬的这些阿伯阿伯 县议员王舅主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维持婚姻不易 也祝福所有的受奖人员 所以你是我们的模範 由于家庭有你们的夫妻 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快乐的日子 因为是你们最大的开模 就是由于你们的研范 让我们的第一来核心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 你是我们的模範生 所以在这里要祝福我们的製造 最大的表扬 大家可以身体健康 我们实际实际 大家唱谈 唱新人心 共同 作为我们美满的家庭 县议员廖文贤也到场参与 今年度更获选为长青楷模 未来将会秉持服务的精神 来继续为民服务 本人很荣幸能够为人爱乡 来推荐为长青的开模 非常的荣幸 虽然年纪那么大 但是我们还是本着服务的精神 来为民服务 家庭还是一样的 我们维持着跟夫妻一样 维持着感情都非常的好 期望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除了表扬以外 对于受奖人员来说 也是一大肯定 记者邱品逸于是采访报导